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爆发王喀玛巴 敬礼图灯达尔吉上师 敬礼坦诚三宝 敬礼今天的父母祖尊 至上至尊至圣 阿达尔玛佛普贤王如来 敬礼多解强 向最尊贵的阿达尔玛佛普贤王如来 敬礼多解强敬礼 阿师母 阿达尔玛佛 never 天安 林鄭森先生 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秘書長廖東舟大使 己夫人Judy絲姐 他們剛剛從西雅圖回來 剛剛回來了 美國關島議會議長 Judyce Wang Pei Lady Thank you for coming 美國關島議會議員 PCO gentleman Thank you I like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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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關 It's nice Nice island Nice island I see Beautiful ocean In Guaán Beautiful ocean And Little bit Mountain Little bit Mountain And the city Stree And In Guaán I have so many trees I like Temperature It's very nice Because Every day is Sanlin day Every day is Sa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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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erature It's good In Guaán People You know Yeah It's It's very nice yeah OrHHeap the Heap Heap Sanlme 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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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e So Thank you Asda Heap 随意, sometimes have the we. I like the grand people. Judy 王培 所以,we go to the one, see the Judas Wong Pei, and console the woman, and console the man. I am very happy, very happy.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I just say,I like Guang. Guang is nice. Come to Guang again. Come again? I wish,I wish all peace,all peace. You know? I wish all peace in the Guang,in the world,in the world. It's peace.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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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福先生及夫人韓悟貞女士 鄭培福先生跟夫人韓悟貞女士 幾乎常常出席我們的每一個 星期六下午的同修跟附謀 FIRE OFFERING 非常好 而且他們有時候晚上還會來雷仗士參加同修 參加來同修 非常好的 另外很特別的韓悟貞女士 他確實在臺灣雷仗士同修的時候看到尊聖佛母 他確實能夠看到尊聖佛母 所以看到本尊 遇見本尊 看見本尊 絕對不是假的 師尊今天呢 先看到阿達爾瑪伯 父賢王如來 再出現白杜母跟利杜母 然後出現尊聖佛母 再出現大放畫王金剛 再出現文武百尊 數不清的 韓悟貞女士 她到了晚上的時候 她到了臺灣雷仗士來參加同修 讓她第一次看到尊聖佛母 這個也是有因言的 請問韓悟貞女士 妳看到的時候尊聖佛母的顯現是非常真實的嗎 是的 我們想一想 我們想一想 原本 妳坐著就好 你請坐 請坐 首先是鄭培吳先生常常來 她會有夫人韓悟貞女士也來 她們都是高級的知識份子 本來不是 祕書長鄭培吳先生 她本身常常來參加法會 她的信心很堅固 然後召她的夫人韓悟貞女士來 經過幾次以後 她覺得很有信心 尊聖佛母這次會出現 尊聖佛母塔 我們就給她放在關島上面 關島上面有尊聖佛母塔 尊聖佛母塔 韓悟貞女士看到的就是三面的尊聖佛母 很不簡單的 現在的人要看到一個面的尊聖佛母 都很不容易 看到自己的本尊來都很不容易 她既然讓她看到 這個都是非常有因緣的 有佛法的因緣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石儀教授跟夫人陳文文女士 謝謝她們 香港亞洲知事管理學院李達成院士及夫人 南投縣議會 檢佩林、檢景聰、檢視聖李周忠議員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林志忠副處長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宗教科長 曾國妍先生 不知道這個字念的對不對 因為國旁邊再加一個墓 國旁邊再加一個墓 前南投縣代理縣長林志欽先生 草層正公所劉秋露主任 草層正三角壘里長陳松茂先生 立法院最高顧問尹林英女士 中山醫學大學副社醫院整型外科主任 鄭森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譚偉倫教授 中國中教授團王晉賢特聘教授 王李教授 麥義房教授 林孟宴教授 蔡國毅教授 顧浩翔教授 葉俗文教授 林秀吉教授 林秀吉教授 洪金儀教授 游江城博士 林俊安醫師 林俊安醫師 中委會法律顧問 卓中山律師 羅日良律師 黃葉琴律師 前立法委員 湯佛勝先生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 周承秀琴女士 前高雄市議員 許榮妍先生 及夫人 知名藝人 台智元先生 台智元先生 最近在中國大陸 有拍了一部連續劇 拍了一部連續劇 拍了一部連續劇 評論非常的好 你們有空的話 你們可以 在網路上 在電腦上面 可以看到千金儀節 台智元先生 在裡面 演出連續劇 歡迎大家欣賞 中華民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立野集團總裁 林坤英小姐 香港歌手 方立生 先生 跟鄧立新 小姐 香港歌手 프라 選擇 評論 郁經水 先生 及夫人 陳澤霞女士 民進黨 美國西谷黨部 主任委員 張國興博士 印尼大登文化企业董事长 曾耀权先生及夫人陈瑞英女士 香港杰出企业家纳都雷宏毅先生 及夫人纳丁曾美婷女士 马来西亚纳都林明光先生 关岛太平洋岛杜甲村总经理郑宜女士 印尼杰出企业家张德强先生 关家智先生 武立伐小姐 黄婷娜小姐 United States American California 佛什么歌 华公公德会总会长 常人上师 台湾期华公公德会理事长 李春阳先生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 联业上师主持人 佩金师姐 迈希斯特卢盛梅女士 感谢所有赞助打灾的功德主 今天在座各位 有很多是世界各国来的 全世界各国来的 也有很多的知名人士 很多知名人士 他们来了以后也是没有到贵宾 贵宾报名处那边去报名 其实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贵宾在里面 很多很多的贵宾在里面 我们欢迎他们 可以这样子讲 所有来仪会的都是贵宾 来仪会的都是贵宾 来仪会的都是贵宾 那么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明天 在台北中正纪念堂 在台北中正纪念堂 自由館场 有这个大方画王金刚的法会 还有忧人神鼓的表演 忧人神鼓的表演 这两个 欢迎大家能够去的 大家勇业参加 第二个 这个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 是要灌顶一位法师为阿血雷 是台湾雷藏寺的四年轰法师 是四年轰法师 将给予阿血雷灌顶 今天有阿达尔玛佛的灌顶 阿达尔玛佛就在显教里面 就称为普贤王如来 普贤王如来 也就是多戒呛 多戒呛 多戒呛 这一尊成为至尊 至尊 至高 因为还没有比他更高的 至尊 至高 至上 而且还有至圣 最高的 这一尊跟明天的大方画王金刚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因为大方画王金刚 就是阿达尔玛佛的金刚愤怒声 两尊是一致的 阿达尔玛佛的金刚 我现在先讲这个阿达尔玛佛 有很多人讲说阿达尔玛佛 这很难记啊 什么阿达尔玛佛很难记 其实是很好记 你要记得我们台湾人讲的阿达阿达 阿达阿达 是阿达尔玛佛 这一尊佛 你给他想说 为什么他叫阿达尔玛佛 因为他当佛就好了 为什么要制造 他本身再画出来 画成五方佛 画为五方佛 再画为千千万万的佛 你修这一尊最好的观想 我告诉你 阿达尔玛佛是很好观想 第一个它是蓝色 蓝色的 除了眼睛、牙齿露出来是白色以外 眼睛也不是白色的 有点白 白色的变成白白色的 白色的 眼睛有点白 然后它的前身全部都是蓝色的 然后我看到阿达玛佛的形象 它是双手拿着这个金刚柱 然后我看到阿达尔玛佛的 然后我看到阿达尔玛佛的 拿两只金刚柱交报 两只金刚柱交报 双手交报 双手交报 是阿达玛 那个叫多戒枪 它的另外一个号叫多戒枪 它是十六地的佛 十六地的佛 十六地的佛 非常的尊贵 非常的尊贵 你们灌顶的这一尊 协非的念诵法 那么你只要跟它相应 他有讲过 你灌顶这一尊 七世之内可以成佛 最大的 最大的 没有比它更大的 就十六地 十六地 另外呢 还有一点 你灌顶的这一尊 就不入三二道 那明天也是一样 明天大方画王金刚的灌顶也是一样 七世成佛 不入三二道 这一尊是本初佛 也就是原始佛 本初又原始 就是在佛教界里面 它是至高 至上 至尊 至圣 最神聖的 最大的 最神聖的 所以这一尊 来祈求它 一定可以如愿 一定可以如愿 你们今天来参加法会的 在网路上看的 跟所有的贵宾 都可以如愿 你们的希望 你们的气球 都能够如愿 你们的希望 你们的气球 都能够如愿 蓝色的很简单很观想 前面如果有白色的 就是大自在佛母 就是大自在佛母 蓝色 两尊的就是大自在佛母 前面的白色是大自在佛母 你观想出来以后 你要观想它的光 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同 每一条射出来的光 在它的光的尾 光的尾 光的尾巴 多有一尊佛 都出现一尊佛 它的光中有化佛 每一尊佛 每一尊每一条光 它的身上 每一尊光 都有一尊佛在内 都有一尊佛在内 所有一切的佛菩萨 所有一切的诸尊 空行 鲁法 全部都是它的化身 这是够伟大了 这是第一尊 最伟大的观想在哪 最特别的观想 你要观想出他的光 八万四千道 八万四千的光 每一个光里面都有一尊佛 这个是最伟大的 最伟大的观想 除了阿达尔玛佛以外 很少光中有佛的 光里面都有佛的 所以你记得这样子的观想就是对的 我告诉你 阿达尔玛佛的一个昼日 非常重要 很少人知道阿达尔玛佛的昼日 哪一个昼日是最重要的 它是由一个昼日 本来是阿字的发声 但是他心中 他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字 就是他的心中的日 这个字就是我每一次法会都要念的 拿起金刚簇 念一个字 问 大家想 这个问字很奇怪 怎么没有看过 怎么没有听过 只听到世尊一直在念问 问问 问 就是一个字 问 拿给大家看 看有没有 一个签 那个字就叫问 那个字就叫问 他是心中有一个字 这个字叫问 就是我每一次法会都在念的问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师尊念那个问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念阿达尔玛佛 我告诉你 阿达尔玛佛很少人传 没有人传过 你在网路上看不到的 我简单讲一下念诵法 这个我将传授本出佛阿达尔玛佛的念诵法 我先将他的本意讲出来 在高王经中第一尊佛就是静光毕密佛 也就是阿达尔玛佛 佛陀讲过众生却具足佛性 在经中有说 言人至父母未生之前 本出太息而已 也就是无极 佛性跟空性 继而父母之后 一点灵光下降 以后就变成气 变成形体 人每一个人大部分都知道 有身体 及气 跟神 且不知有一点灵光的佛性 如此而生 如此而死 自以为人生就是如此 而修行人 只有一点灵光 只可修盘佛性 认知本来面目 认知本来面目 修盘本来面目 复完太息 一气之本出 回归到阿达尔玛佛 其实我们每一个摊卡 都是天延四方 中国人讲了一句话 天延四方 天延四方历令九丈 握金持咒 全身安康 我跟大家讲 所谓内延四方 阿达尔玛佛的符号 是里面是一个圆圈 外面是一个方形 中间是一点 就是阿达尔玛佛的符号 就是本出佛 外面一圈就是天延 在外一方就是地四方 这也就是天延地方 历令九丈 我今修行 回归中央 我简单跟大家讲 阿达尔玛佛的大礼拜 大供养 四归一 四无量心 等等七支法 是一样的 结唯一的手印 双手内腹 二大母子四利相并 这个就是手印 他的手印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观想西空 白色的阿字 变成蓝色的厚日 在信间变成蓝色 阿达尔玛佛本尊 阴面二倍 二倍金池金刚处 珠宝装颜世 两足金刚家夫座 佛父心中的 佛父心中有一个字 这个字就念成 问一撒纳放大光明 光明盘回 在家夫座的腿上 化为佛母 就是大智在佛母 两尊相报 两尊五宝顶言 耳环阴落宝慢 记足八种宝额庄严 两尊献九种微妙的极净相 这个佛母是很苗条的 四肢非常的柔软 这个前身是非常的鸿满 腰非常的细 非常的青春 明显很有光彩 很庄严 很快乐 十六岁 重点是 活父佛母所放的光明 光端借有一佛 无量光 有无量佛 千种光色 千种佛 外观就是如此 内观自己是 问自自身化为 阿达尔玛佛 及佛母 念奏 欧姆别扎 阿达尔玛 达都所哈 越多越好 入定的时候 就进入太西 心无一物 因念不起 入定完了以后 就出定回向大礼拜 这个问日最特别 问就是我回向后大赫一生的问日 这样了解吗 我会把念诵法 我会把念诵法 这个请这个 这个连哉上师把它写出来 连哉上师 中文会把它写出来 念诵法 你们都可以依照这样子去修 去修行 大家知道阿达尔玛佛是十六地的佛 哪十六地啊 大家以为 菩萨就有十地 观世音菩萨是十一地的佛 他有十一个前手前眼观世音菩萨有十一个头 十一面 所以是十一地 那么十地可能就是 这个菩萨的十地吧 其实是错误的 这十六地是阿达尔玛佛特有的十六地 跟大家讲第一地跟第二地 两地是合起来的 我讲了一个就是两个 两地是合起来的 第一地是灌顶 大家很奇怪啦 灌顶不是拿起来就灌吗 还可以自授灌顶吗 还可以上师们拿灌顶瓶给大家灌顶 拿这个法器拿佛像给大家灌顶 怎么灌顶是两地 最初的太西什么都没有 十方法流流来流去都是灌顶 中间一点就是本初佛 那么这个本初佛跟太西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灌顶二地 由阿达尔玛佛流出来的十方法流的灌顶 流到十方 这是流出来的灌顶 另外十方的法流的灌顶 又回到阿达尔玛佛的身上 又回灌顶又出来灌顶 又回灌顶又出来灌顶 这个就两地 所以成为灌顶二地 讲笑话吧 有一个大傻入进某国的时候 带来一只鹦鹉 海观人员叫住他说 先生 你这只鹦鹉也得付税金 大傻就问 应该付多少钱呢 佛的五十块 如果标本只要十五块 这个时候只听那只鹦鹉 非常惊恐的叫走 大傻 你千万别小气 告诉你 这个流进去跟流出来灌就是灌顶二地 都是五十块 活的也是五十块 死的也是五十块 没有分别 流进去跟流出来没有分别 都是五十块 这就是灌顶二地 阿达尔玛佛是总灌顶 所有的灌顶在他的身上 他又流出去给大家灌顶 又流进来又灌顶自己 十方法流 你们修行的人 只要修一坛法 就代表灌顶一次 只要本尊来 他一定就给你法流灌顶 你如果相信的话 你眼睛闭上来 眼睛闭着 你观想你的本尊 我刚才就已经接受灌顶 一刹那之间 就接受灌顶 因为你怎么都不想的时候 一念不起 什么都不想 或者你只想你的本尊 你的本尊 在这个法会当中已经到了 他一定给你灌顶 一定进来你里面 你在想念他 他就想念你 这如同母亲想念儿子 儿子想念母亲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在念诵他 他他一定给你进来 他一定给你进来到你身体里面 你又得到一次灌顶 修一次法就是得一次灌顶 这是密教本身 所有的 所以称为密教的地址 就是滑流不断 爸爸叫我不要到三流的歌舞团去看下流的歌舞表演 他说如果你不听爸爸的话到那个地方去你就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爸爸的交易是非常好的 爸爸不说还好 经他一说 这个小明就更是好奇 第二天他就买票进场 他果然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我爸爸 这是在告诉你灌顶 你的本尊在你里面 那就是灌顶 本尊从外面进到里面 那你就看到不应该看到的 就是你自己啊 你自己就是本尊啊 本尊就是你啊 所以一个本尊进来不是两个变成一个 这样了解吗 身体虽然是你 但是当本尊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就是本尊啊 这个就是灌顶二地啊 第二个 法王二地 法王二地 阿达尔玛佛就是所有总法的总法祖 他是真正的法王 他有两个地 这是第一 一纵是为第一 一是一纵 一纵又是自己 自己又是一纵 一现在跟未来跟末世 潜在一纵里面 本初跟末世 同一尊佛 就是阿達爾瑪佛 就是過去未來都是阿達爾瑪佛 宜宙跟阿達爾瑪佛都是本尊 這是最尊貴的法王 大年三十的時候 方方的爸爸挂年畫 他挂好第一章以後 便叫方方 从后面看他挂的第二章 是否跟第一章一样的齐 为了讨吉利 他叮嘶方方讲 我要是挂高了 你就说发财 我要是挂低了 你就说健康 当他把画挂好以后 方方走看又看 都一样齐 仪式报告 爸爸 爸爸 不发财也不健康 其实发财健康是相等的 要齐一定要齐 就是发财跟健康 不应该有分别 所以整个宜宙都是阿达爾瑪佛 阿达爾瑪佛 阿达爾瑪佛 就是宜宙 不管你是本出佛 是阿达爾瑪佛 未来的末世佛 一样是阿达爾瑪佛 这是相等的 并没有分开 并没有分别 所以这是法王二帝 他是总法王 从头到尾 他都是总法王 过去的 未来的他是总法王 未来的他也是总法王 没有分别 没有说你是本出佛 你就不是未来佛 其实是一个 讲宜宙就是阿达爾瑪佛 讲阿达爾瑪佛 也就等于宜宙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唯一的法王二帝 这是法王二帝 另外呢 还跟大家讲 童贞二帝 什么叫做童贞二帝啊 师尊现在念的是童贞 年花童贞就是童贞 年花童贞就是童贞 童贞就是菩萨 是非常纯真的 非常纯真的 十方灵相 以一时全部记住 是童贞二帝 阿达爾瑪佛是一尊 十方法界 虽然是十方哦 合起来也是阿达爾瑪佛 告诉大家 很多的佛菩萨 很多的人 其实本来都有这个童贞 只是被污染 我们人是被污染而已 我们原来也都是阿达爾瑪佛 十方的灵相 十方的一切的演化 全部根源于阿达爾瑪佛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全部记住 十方灵相 你全部把它放空 跟宇宙融入 就进入太西 你就是阿达爾瑪佛 他也就是阿达爾瑪佛 根本就没有分别 根本就没有分别 这叫童贞二帝 师尊现在修的是 夜修夜相童子 所以师尊常常讲 师母在生活中里面 做得那么好 实在太难得了 应该给她升级 师母就升为大太太 师母也很童贞 他就说师尊既然给我升为大太太 师尊也是很童贞 他也功德不少 他一天到晚说法从来也不感觉到累 也从来没有请过假 也从来没有休息 所有的人都可以休息 唯一的师尊不能休息 每一个礼拜六 每一个礼拜六 师尊很童贞 就是像童子心一样 跟大老婆 我师母叫大老婆 他就称我为师尊大老公 平等 平等平等 这叫童贞恶地 这个刚刚认识的时候 你的眼神时常电到我 恋爱的时候 你的笑容常常电到我 这个兴奋的时候 你的心思时常电到我 到如今你的嗓门常常电到我 两个男人在酒吧聊天 A说我的老婆真厉害 她改变了我的宗教信仰 B问她是怎么做的 A说以前我什么都不信 知道结婚以后才知道 原来真的有敌意存在 阿弥陀佛 今天刚刚正婚了 不可以讲这种笑话 不过没有关系 告诉大家 敌意恶鬼出生 也是阿达尔玛佛的画出来的 那个就是童贞恶地 童贞恶地 还有另外的 阿达尔玛佛是不退的 不退恶地 你从来没有想到的 不退恶地 什么是不退啊 她原来就存在 就算你看不到她 她也没有消失掉 她本来就是本出佛 到未来她还是本出佛 她永远跟太西合在一起 跟疑兽合在一起的 这一尊叫做完全不退的 不变的 不退的 很多都是会退的 地狱空了 地狱就退掉了 畜生没有了 就畜生到就消失掉了 恶鬼呢 恶鬼没有了 恶鬼就消失掉了 众生没有了 人界也消失掉了 天界没有了 二十八天也全部消失掉了 但是真正的不退恶地 就是这个阿达尔玛佛本身是不恶的 他的身体不恶 心也是不恶 身心是合一的 从来不增加也不减少 是不退恶地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有一回到教堂 我就告诉老师 老师厕所里面有好多的蚂蚁 这个女老师就点点头 突然想起蚂蚁 叫做恩 这个单字一开写 他就教过了 想测一测 这个小朋友 是我还记得这个单字 便问小朋友 那蚂蚁怎么说呢 结果小朋友一点蛮狼 过来一会儿才回答 蚂蚁 他没有说话 其实英文老师是要问他 蚂蚁叫做恩 叫恩 叫恩 他英文老师是要问他 蚂蚁怎么说 你要答答恩 恩 结果小朋友就说蚂蚁没有说什么 这是小朋友的可爱 蚂蚁就是蚂蚁 人就是人 这是不退的 蚂蚁要变成人 按照佛陀所说 蛇利佛在禅定的时候 蚂蚁的灵魂集合起来 问蛇利佛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人 蛇利佛他就回答 你们要变成人 还早的 你们干脆都当蚂蚁好了 因为蚂蚁的灵毕竟是非常小 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人 很渺然 很少很少的 你如果真的转世变成蚂蚁的话 你要再转回到人生是非常困难 是非常困难的 很难很难很难的 但是唯一的 这个不退 阿达尔玛佛是不退的 所有的佛性是不退的 所有的佛性都是不退的 阿达尔玛佛的本性是不退的 所以叫做不退恶地 生不恶 没有就是一个生 心也不恶 身心是合一的 身跟心是合一的 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 要身跟心合一啊 不能心里 我在修行 我的形体是在修行 但是我心不在修行 心已经飞走了 这个身心就不合一了 阿达尔玛佛的身心是合一的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你以为这个地球上 这个整个宇宙会增加什么吗 其实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这个就是属于不退恶地 另外 正心恶地 什么叫正心啊 不显出来 就像空一样 显出来 就像心一样 成大圆满的如来 是正心恶地 阿达尔玛佛 他不出现 就等于没有 就等于虚空 他一出现 是大圆满的阿达尔玛佛 大圆满的阿达尔玛佛 大圆满的阿达尔玛佛 那么 他不管他显出来 还是不显出来 都是正心的 这叫正心恶地 也就是显出来 就是一个地 不显出来 就是宇宙 也是一个地 就是正心恶地 小明他家年年打官司 春节前一天晚上 爸爸跟小明 跟小明的两个哥哥讲 爸爸 爸爸说 大家都要说一句吉祥话 才可以睡觉 大哥讲 今年好 二哥讲 煤气少 不得打官司 小明 小明讲 不得打官司 小明讲 于是 爸爸就把这三句话 写在一起 贴在墙上 隔天 姑姑来拜年时 顺口就念了出来 姑姑讲 今年好没气 少不得打官司 少不得打官司 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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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应该这样子 其实不应该这样子讲的 我今天是要解释正心恶地 就是今年好 今年好 就是煤气少 不要打官司 不要打官司 这个都是好事 但是贴起来三句就不太好 这是人间的错误 在天上一切都好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正心恶地 不显出来也是好 显出来也是好 所以也没有什么叫做生死 师尊讲的 生就是显出来 死本身就不显出来 都是好的 这叫正心恶地 所以修行人对于死 不要成为不好 是仍然是正心恶地 就是说 死就是空的 出来就是有 那么死就是空的 出来就是有 也就是说 阿达尔玛佛是有 但是他不显的时候 但是他不显的时候 他是空的 但事实上他还是正心的 所以我们来讲 像师尊来讲 显出来是好的 师尊死掉了也是好的 为什么呢 那就是不显出来 但是还在啊 还在啊 师尊还在啊 显出来是好的 不显出来也是好的 这个叫做正心恶地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但是师尊虽然 这样子是肉身啊 身心合一地显出来 坐在法座上 但是你们啊 你们就算师尊不显现出来 不到你们的国家 你们也可以在梦中 看见你的师尊啊 就算师尊有一天啊 他死掉了 我们讲的 这师尊 会不会在你梦中显出来啊 会啊 会啊 而且呢 我就算死掉了 我可以在韩悟真 韩悟真的 这个他在修法当中 他还可以是可以看见师尊啊 你说是不是啊 这个叫做正心恶地 正心恶地 跟大家讲清楚了 再来呢 是方便恶地 方便恶地 这个方便哦 这个老外就很困难 有一个人打电话 给他 给一个朋友 他刚好去厕所 另外一个朋友拿去电话 请问他在吗 他正在方便 他正在方便 等他方便的时候 你再打电话过来 老外就迷腐了 外国人说 他正在方便 等他方便的时候 你再打电话过来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方便啊 这个就是问题的时代 所谓这里的方便 如果不显现如本初 如果显现就是千千万万亿亿的佛 及各个世界 方便记住 不显现出来 还有一个显现出来 两个都是方便 这个方便恶地 你打电话过来 我正在方便 其实是不方便 你打电话过来 我正好方便 我可以接你的电话 也是方便 这叫方便二弟 那么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方便吧 这么多人方便也是很困难 因为方便有限 记得有一天 公司里来了两个美女 皮肤非常的娇润 穿着非常的性感 是来卖养乐多的 我们眼前一辆 每人都要了几瓶 随后美女讲 有没有哪位哥哥要天天喝养乐多的 我可以送 我可以送 所有的男同事几乎全部吼叫 我要我要 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一开始 一个面向和蔼可亲的大妈 天天给我们送养乐多 已经三年 奇怪了 他讲说 其实这是方便 我可以告诉大家 那个也是美女 Cannifornia For small girls 都是美女 请你们站起来 四个当初你们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一个是四川美女 陈传芳是四川美女 一个孙爱珍 她是上海吗 她是上海 是属于浙江美女 浙江美女 一个是江苏 一个是江苏 江苏 江苏美女 上海是江苏吗 江苏美女 一个是蒋冠龙 你是浙江美女 一个是江苏 一个是蒋冠龙 孙爱珍 魏诗言 魏诗言是东北哈尔滨美女 现在他们四个是资深美女 资深美女 当初他们四个人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他们的学位都很高的 四个人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每一个年轻人看到她 整个晕头转向 头晕 全部晕传 你们现在看她呢 只要看到她的从前 也一样是全部晕传 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 方便二地 同样都是美女 只是资深而已 四川出美女 哈尔滨出美女 江苏出美女 浙江也出美女 对不对 总之比广东好一些 你好 大家好 不乖不乖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朋友 另外还有呢 就是刚刚学会的都已经 都已经 都已经 太好了 那人是 这里不一样的 太好了 得意的 你好 嗯 好 factory 谢谢 muchas Weight coś many Nomo Konnichiwa, Good afternoon, Sanama-shang,Sanama-bun-dang。 这个就是方便二弟,另外还有智慧二弟, 阿达尔玛佛智慧的二弟, 周一之,偏一之,是智慧二弟,十方神通, 他所有的智慧全部知道,不管你是正的智慧还是偏的智慧, 他都知道,十方智慧通通都知道, 这是阿达尔玛佛,称为智慧二弟,周一之,偏一之, 也就是正偏之,通通都知道,是智慧二弟,十方通力。 第一,精神科的医师循环, 因为已经住院一个月的女病患, 狂喊,我要杀了我的男朋友。 三个月以后,医生在循环, 女病患还是在喊,我要杀了我的男朋友。 半年后,医生在循环, 女病患还是在喊,我要杀了我的男朋友。 一年后,医生循环,女病患在改口。 我不杀我男朋友了,我要跟他结婚。 医生一天在病例表上加注, 病人仍然企图用其他的方式在杀他的男朋友。 这是智慧二弟哦,你知道吗? 精神科的医师,他懂得正常人的思想, 也懂得精神病犯的思想。 这叫正偏二知。 这个就是智慧二弟。 有的是正常的,有的是不正常的。 你通通都要知道。 我们学佛也一样。 佛要知道,魔也要知道。 佛魔一如,正偏知都是智慧。 你认识魔,你才能够成佛。 你认识佛,你就知道有魔。 你要认识魔,把魔矫正成为佛。 就全部都是佛。 这佛魔一如,正偏知智慧二弟。 还有秘密二弟。 不管是显出现的地,或者秘密的地, 没有世间人知道的, 视为秘密二弟。 告诉大家,阿达尔玛佛真的是秘密二弟。 还有很多世人不知道的。 很多世间人不知道的。 现在只有师尊知道。 跟所有你们听法的人都知道。 这个加起来啊,就是开悟啊。 这是悟啊,就是诀。 就是一个诀字,一个诀。 加起来,这一共有十六地。 刚刚讲过了,一共有十六地。 有一对夫妻吵架, 老公生气就甩门就走了。 太太说窗户问他, 你几点会回来啊? 老公说,再回来就是孙子。 太太很生气,就把门锁上了。 两个小时以后,老公在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喊, 奶奶,我回来了。 这个就是秘密。 懂得秘密的人,他会喊奶奶。 他刚刚讲了,我如果不回来,我就是孙子。 他现在承认他自己是孙子,就叫他太太,叫奶奶。 这个就是正偏知,正偏知。 有时候你讲的口气很坚硬。 我从此以后,绝对不回来了。 到时候一出去,没地方可去。 到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地方。 那只好乖乖当孙子。 有人很小,他最喜欢老虎。 有一天,他在家里。 他长大以后,他围着一个围巾。 他在洗碗,他在擦地板。 又洗碗,又擦地。 那么还烫衣服。 人家说,你现在的宠物呢? 我还是喜欢啊。 我还是喜欢我的宠物。 不过现在的宠物已经变成母老虎了。 天哪,好可怜啊。 我没有看你啊。 我没有看你啊。 大家误会啦,误会啦。 师母是母,但是没有老虎。 不过我将来啊。 我将来我也会洗碗。 我现在也在洗碗。 现在师尊也洗碗。 现在师尊也做饭。 师尊也会做饭做菜,也会做菜。 师尊还没有学会烫衣服。 所以这个师母呢,仍然是师母。 她不是母老虎。 我只有做饭跟洗碗。 我现在会。 烫衣服我还没有。 烫衣服还没有,已经输了。 师母将来会拿一个,拿一个调子给我看。 洗碗、煮饭跟烫衣服。 我说,我要选哪一个。 不是,是教你先洗碗。 然后再做菜。 再煮饭。 再煮饭。 再洗地板。 再烫衣服。 这是你每天生佛的瞬息。 阿弥陀佛,我将来一定会做到。 因为这是秘密恶地。 秘密恶地。 没办法,谁知道小时都喜欢看老虎。 有一个罪鬼坐上一台计程车。 司机问先生。 先生,你去哪里? 这个罪鬼就讲,我要去飞机场。 飞机场。 司机非常惊讶地回答。 这里就是机场。 这个乘客付了钱。 打着酒鹅拍拍司机的肩膀说。 谢谢你,小伙子。 不过听我一句话。 下一次开车不要开那么快。 告诉你。 这个你要想一想。 是秘密恶地。 阿弥陀佛。 明天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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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testimony。 是优优独�的。 应该是优独躬。 virtuous。 好。